這個電磁鐵在日常生活中會有很多的運用 比如說起重機、電鈴、電話喇叭 這幾個我都會提 那還有一些點點點 第一個就是在港口的起重機 然後呢通電 就啪啪把鋼板吸起來 一過來斷電啪啪就放下去 這當然是要用軟鐵做啦 用硬磁鐵就麻煩大了 通電、通慢電也不會變成磁鐵 結果中間電磁鐵啪啪吸起來 一過去就放不下來了 就黏住了 所以當然叫軟鐵嘛 通電就有,斷電就沒有 就像這樣子 起重機 這個起重機 有一個很大的電磁鐵 吸起來差不多一噸的東西來 因為它用的是電磁鐵 一旦你要把翻的東西 翻到進位之後 你就可以把電磁鐵關 關掉它之後磁力就消失就掉下來 另外一個叫電鈴 這個電鈴是那種 你們現在不然我們就按下去 一直響一響一響的電鈴 OK 這裡面也有個電磁鐵 咦 這個 來 這個有個 按下去 有個電流 電流就會產生磁力 然後磁力就會把那個錘吸過來 吸住 然後就敲 一聲 可是你一旦吸過來之後就斷電了 斷電就怎樣 沒有磁力了 就不會被吸了 然後它有一個彈簧 段路就沒有磁力了 然後呢就不被吸了 它一個彈簧把它彈回去 彈回去 就沒有了 可是一彈回去呢 又通路了 然後又可以怎樣 又可以吸了 然後又可以繼續這樣子 磁力然後吸住敲 所以你只要按一下 你的手不用抖 你只要按一下 它就會一直敲 它就會一直敲 它就是一個 電磁鐵的運用 這就是所謂電磁鐵的運用 好下一個運用是 電話 我們現在呢 就是 這邊說叫做貝爾先生發明 不過這有爭議 有人好像聽過美國已經把他發明的 名義給別人了 不管他 這個是我們愛迪生大哥發明的 碳粉式的發話盒 有兩個構造 一個叫聽筒 一個叫做話筒 聽聲音的跟講話的 注意哪邊有電磁鐵 這是我發話的 發話呢 就會有一個 黃片 我講話它會震動 然後後面有個碳粉盒 會隨著我的碳粉盒 會隨著我的講話的震動 會鬆緊疏密 好 講話 金屬板震動 然後呢 碳粉盒會被壓縮 會有疏密的變化 因為碳粉盒疏密的變化 電阻就會改變 所以電流就會改變 當然就會改變 然後呢 壓得比較密的時候 電阻會比較小 電流會比較大 比較鬆的時候呢 電阻會比較大 電流就會比較小 所以這裡就會隨著我講話的震動 電流就會有相對應的變化 然後這個電流就會送出去 送出去 所以我的電流就會隨著我的震動 響度頻率 有不同的變化 然後它就把電流送出去了 送到我的收化的桶子 然後呢 看到這裡有個電磁鐵 要通電的 那外面有電流進來 外面有電流進來 那麼你送過來的電流 隨著剛才講話 它會隨著我講話的響度 頻率會有變化 所以呢 這裡的 這裡的電流就會隨著我的 這個東西會有變化 然後呢 所以它產生了電磁鐵的磁力呢 也會跟著有變化 然後它就會吸這個金屬片 所以我的電流有變化 磁力有變化 吸水片過來 就會被我吸過來的震動 也跟著有變化 這個頻率就都是一樣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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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就會 這個震動呢 就會震動空氣 然後傳到你的耳朵裡 你就聽到聲音了 所以你就因此就聽到聲音 就是所謂的 我們的基本上這種 碳粉式的 核式的那個電話的原理 哪一端有電磁鐵 哪一個呢 聽說話的 聽都聽聲音那端是有電磁鐵 發話那端是有一個碳粉盒 碳粉盒 OK 所以這邊就有一個電話 可是它這個沒有聲音 這個它沒有聲音 好 我們講話震動 空氣 然後空氣震動 然後黃片震動 壓縮碳粉盒改變 然後電傳過去 然後電磁鐵有改變 然後呢就會震動我們的金屬片 然後就有聲音傳到耳朵裡 兩個大相場 所以 喊音聲 阿 傳過來震動 壓縮 然後電流 過來吸 然後這樣做 就是 我們的電話的部分 然後呢 以前電話都是用同的 同軸電纜在做 那現在呢 又是改用所謂的光纖 光纖 為什麼用光纖呢 因為它可以呢 傳到很遠 不必放大氣 它的衰減很小 有的參考書上面寫 它不用放大氣 這世界上沒有這麼好的事情 它還是要 可是它可以比較遠 才需要放大氣 然後呢 它可以 在很短 很小很小的 面積裡 就可以傳很多很多的訊息 傳速量會比較大 傳一個速度呢 是 光速也很快 所以呢 傳一個速度很快 然後呢 然後它可以傳的量呢 會很大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會通通 我們要採用所謂的光纖來做 用光纖來做 我們的傳話的設備 OK 了解一下 這就是 我們電話的基本原理 這就是 剛才跟你講過 它可以傳很多的訊息 這就是簡單的 我們跟各位講 電話的狀況 就是這樣 OK 下一個要講的叫做 喇叭 喇叭的基本構造 有一個線圈 有一個錐形盆 還有一個永久磁鐵 像圖式這樣的做 像圖式這樣 OK 然後呢 它裡還有一個永久磁鐵 線圈那邊 是所謂的電磁鐵 然後旁邊的永久磁鐵 永久磁鐵 然後基本原理就是 跟剛才那個電話的 差不多類似 反正它就是 這個可以動 這個可以動 可以讓它移動 追形盆 把它擺著 可以動 因為我們知道 要聲音就要震動 對不對 要震動 怎麼做呢 就是我的 音源的訊號 會變成所謂的電流的訊號 跟剛才那個電話類似的 然後這個電話電流訊號傳到了線圈 它就會產生不同的磁力 不同強度的磁場 有不同的吸引 然後它就會跟磁鐵作用 然後就會吸引開始移動 它不會動嗎 這個動的過程中 這個動的過程中 就使那個追形盆 跟著一起震動 所以它們就有一樣的震動 所以就產生了聲音 所以就產生了聲音 產生了聲音 所以就是 線圈因為我的電流 產生了磁場 然後會跟永久磁鐵作用 然後吸引排斥 然後就帶動的這個 我們那個追形盆 跟著一起做震動 跟著一起做震動 然後呢 就產生了聲音 所以 這些都是跟我的電流訊號而改變的 然後通通都一樣 都一樣 我講話什麼頻率 它就是什麼頻率 然後就一樣 就是 喇叭的基本原理 我們後面會看到一個影片 也會又提到喇叭這件事情 就是跟各位講 我們電磁鐵的預先運用 OK